從這邊就是合環山最漂亮的地方 因為新疆的 你們又太幸運了 又是晴空壞米了 哎呀太棒了 剛剛雲目繚繞的 就愛上它了 所以幾乎每年 至少都會有去舒適的一些機會 剛好這一次的經用 也都非常有機會來 我想把這裡解釋給一些新疆士們 那分享給所有的其他人 我想說一下 想到就是遙遠的新疆 真的是對我們來講太多的遙遠 但你實際上 現在到新疆的家庭的情況也有 但是呢 到了新疆以後 這一個環境 其實我們是新疆的大陸 就是在什麼地方 對 這個就是要講到 其實整個支持 如果要去新疆的話 那個 也許都是要經過一些 大陸基的環境 那譬如說有相當的北京 或者是西藏 那甚至要休息天 可以進行到 新疆的職位 目前 那剛好大概幾年 更加在國內的 然後工序呢 現在都有幾倍的部分 所以 像我們 如果要去新疆的話 更大會 更大會 再去新疆的 新疆的 大會 在北京 新疆的 新疆 新疆 來 聽說新疆的 一個 是 就是 兩個 去 去 我再想一下 新疆 新疆呢 新疆呢 是 最大一代的 在新疆呢 像台灣 有 台灣是三萬六千美妝公里 你想想新疆多大 新疆有四十六億的大 那甚至在新疆的少數民族 或者在各自整個在中國的空間 所以在整個大中國地區呢 少數民族呢 就有十五個少數民族 但在新疆呢 就可以讓它有十十六億的空間 我先來講一下烏雲木齊 在烏雲木齊呢 比較 比較出生年長的一些聽眾可以 對烏雲木齊呢 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們講到第一話 就很熟悉了 為什麼 我們在烏雲金街那邊 那過年要踩門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立法街 所以烏雲木齊早期的路線就是很廣 那後來呢 在烏雲木齊四年的時候 踩到一個路線 那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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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怎麼會先講多少講 請問我們的 左手邊這個就叫台灣冷散 那路線 比較偏向在 北江的省會 那如果是針對於在南江的部分 有個城市叫 過熱的部分 那因為不同的 進去的地方會不太一樣 但是 如果我們會想是比較會有 像這個東西 那時候 發展 那時候 發展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 現在是接的部分 四分之二 那時候 也是進去 一般 可以去比較好的部分 這邊有一些 新的跟行動朋友們 稍微分享一下 那我建議如果是在春節的時候 有些一環 開始要下坡了 怎麼知道 你還取得新疆 跟新疆的難 這裡邊已經是沒有那個 直備了 新疆的江 新疆江東最左手邊 是個宮 所以目前在 那來繞給別人 不知道 不來到 新疆或是中間 那大家就知道 它是中國最大的意思 再來 新疆江西的右邊 它有 三座山子 中間有兩天 那新疆最前面的山 那新疆最前面的山 那新疆中間的山 那新疆江西的 天山 天山 再來 在新疆江西的地方 叫做 河田山 或者有人叫做 是昆仑山 因為那邊昆仑山 之前的山 都喜歡 而且我們後面接到 在這裡跟他講 所以這個山 中間有兩個田 這兩個田 就有兩個棚 其最北邊的一個棚 以及最南邊的一個棚 其新疆江西的 南邊叫 台 還有中國 中國最大的山 之處在 新疆江西的一段的部分 那新疆最北邊的 叫 淳戈爾本地 所以呢 你要從不同的景點 玩不同的地方 就可以去到其他 三座山 跟南京 南京 南京 這個真的是 對我們 一般人來說 都是 一個人造的名字 可是 只有 到這個地方 也就是 可以 面造這個 世界之大 尤其在新疆這個地區 其實 我想 有一個關鍵的原因 想對 可能 跟其他的 行為來講 原來 就是 有莫名的 生活 在韓國 中文 中文